桃園龜山的水資源回收中心 相關設備老舊 為提高運轉的效能 市府並列了預算進行改善工程 市長鄭文燦也在今天下午前往視察 桃園市長鄭文燦 來到龜山水資源回收中心 視察營運現況 龜山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的污水中 包含民生污水 工業廢水以及水肥 水質相對複雜 剛剛勘察了有關污泥處理設備 那因為原本在試運轉的時候 那活性碳設備沒有啟用 造成了這個大量的惡臭 那附近居民抗議所以我特別來 那我要求這個活性碳設備啟用之後 那麼要請操作單位 包括水務局要督導 那讓附近民眾來參與 來了解 龜山水資源回收中心 營運至今將近三十年 許多設施老舊且功能略顯不足 為了提升水廠的污水處理能力 市府特別編練預算 要改善水廠設備 針對這個龜山的水資源中心做更新計畫 那A7站我們另外設置了這個污水處理系統 那也即將運作 那新的污水處理系統當然層級比較高 那也可以到達再生水的水準 那舊的污水處理系統一樣要不斷的升級 而為了減緩政府財政壓力 龜山水資源回收中心目前評估 超向粗殘模式 藉由民間機構長期投資營運 希望藉此達成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 永續的雙贏目標 接著怎麼報道 與他相濡一抹 沒選擇 我判斂的 接著我 於非 有 積蓋 沒有 lakh